歡迎回到新聞現場 日本河口湖車站前的便利超商 您去過嗎 這裡因為能夠與富士山 同框入境而爆紅 不過很多的外國觀光客 為了拍照無所不用其極 讓居民實在大喊受不了 現在當地政府架起了黑色的布幕 要遮擋住富士山 熱門的打卡景點將會成為絕像 大批外國遊客聚集在人行道 隨意穿越馬路 甚至不顧有車經過 直接站在馬路中央 還有人爬上車頂擺好姿勢 這些亂象都只是為了要拍出美美的照片 日本山林縣富士河口湖 一間超商因與背後壯立富士山 形成強烈對比 成為超紅打卡景點 但遊客擾亂當地秩序 亂丟垃圾引發民怨 雖引用各國語言的告示牌提醒 甚至請來保全維護秩序 但亂象毫無改善 讓丁公所不得不祭出最後手段 超商對面的人行道上 工人已經在設置木桩和鐵桿 預計會拉起一面高度約2.5公尺 寬度約20公尺的黑色布幕 屆時遊客將再也無法拍出 超商與富士山的構圖 富士河口湖丁表示 黑幕能在5月中旬打檢完畢 強調設置黑幕只是希望可以分散 遊客對於這景點的注意力 大家新聞兩碗編譯 請問一下